好了另外带你来看到大巨蛋争议越演越烈 昨天赵腾雄才在普渡会场和好兄弟告状 说遭到北市府的刁难 记得林周明当天晚上就再发说了今日来 给赵腾雄的第三封公开信 除了要求跟赵腾雄在法庭上一对一 也重申台湾法律要求远雄提交施工计划书无误 而且呢在这个信的最后更是提到了 送钱的人比收钱的人可恶一万倍 还强调说他生气了 双方持续何空喊话 我心里也会纳闷 就是赵先生到底相不相信他自己讲的话 提起远雄董事长赵腾雄 督发局长林周明收起情绪回应 不过在联署上可不是如此 直接点名赵腾雄 指称赵先生你又来了 对着摄影机指责我本人的不是 通批远雄践踏台湾人的法律标准 要远雄集团检察官律师横角色们不必靠近我 因为要赵腾雄向法院直接一对一 我其实很难平息 在7月4号收到地检署的一纸通知 我是刑事案的被告 叫魏赵文书 我在过去的四五天里面 我就看到 我被公然的说 我说谎 我没有说谎 我也不应该说谎 嘴上虽说不在意 现场却大阵仗 找来督发局 建管处等单位排排座帮忙声援 权英卫三号赵腾雄为了大巨蛋 直接在公开场合火力全开 对准林周明 强调会用理性和远雄正面讨论 不过若远雄执意复工 届时也会照着行政程序 举报警察机关报备 这话说在前头火药未依旧 也让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忘出来喊话 我都觉得有时候 当首长的应该给双方讲问 因为如果赵腾雄在媒体上 在公开在电视机前面 说什么林若铭受网 而且讲了超过20次 我想正常的人一定会反击的 所以这也是人之常境 不过双方这样晃坏还是没办法解救你 其实市长的降温我是完全接受 我在正常工作时间的温度都是正常的 这几天那么密集的被挑战 被批评 我觉得个人是小 工作团队很重要 尽管看似心情恢复平静 不过眼看着大巨蛋 原本北市府远雄双方就攻防站不断 这回却演变成林州民和赵腾雄之间战争 双方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也让外界越来越物理看花 欢迎新闻林静强 吕佳恒台北报道